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全日总结 我是Vicky Wynman 这次我是Anno 作家宾 Anno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的收市个别发展 上证作业指数跌3.5338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71.513792点 护心300升3.5498点 创业板指数升18.278点 行指方面今天收报26,169点 跌57点 国企指数升38.157点 大股市成交有1,671亿 今次港股比较闷 都是在26,100至26,200水平培回 新经济有明显的反弹 但在稍后时间大家留意 腾讯都会有一份业绩出来 腾讯出了业绩之后 会不会说市场 即将来那一天都会比较波动 其实今天真是闷 虽然市场的成交金额都是大 但对比过去两天的时候 其实缩了很多 你譬如看腾讯今天开市 和收市中间的波幅等等 都没有过去这两天 这么大波幅在这 或者说可能一个列口高开之后 跟着都在个位置上拉脚等等 我想其实资金换马的状况 我又不可以说完全结束了 但是当然不会日日 都好像过去星期二星期三 大量从新经济股流出 流入到旧经济股上面 相反地你说昨天 我们看到昨天 升得比较厉害的一些旧经济股 都普遍有个获利回徒在那 但是大部分 都没有说将过去两天的升幅 都蒸发了 我想其实我也是维持之前的看法 就是说对于未来的展望 股市的展望 不会很悲观的 是偏乐观的 但是就不会再像过去半年那样 集中升在新经济股 科网股上面 升幅会分散一些 会导致什么呢 就是股份升起来的时候 未必像过去半年那样 会有个急升状况 一个月可能升成一倍 六七成这样 这些情况就未必再那么容易发生 而升势上面会相对地比较分散 但是导致的问题就是 股份会升得没那么急 而且会相对地没那么明显 所以你说如果短炒角度上面 这些位置会开始比较难 可能你适合回慢慢分注吸纳 或者说在分散投资不同的板块上面 做一些中线部署 可能会相对比较好 但是在指数方面上面 始终你是恒指十一月头 这两个礼拜 就升得真的相对地比较多 那你说现在资金可能不做 援马保处了 但是你在外围有什么风吹草动 疫苗 或者美国大选上面 有什么意外消息的话 你要担心有机会高位活落 你看阴阳烛上面近期都好像 没有力向上突破 相反地高位调整的格局 好像慢慢地出回来 所以如果短线是穿二万六 有机会修补第一个上升裂口 可能甚至波幅区间 就达到二万五千八 这些位置 穿二万五千八 才开始担心 会不会再跌十天线等等 但是整体看法就是 你只要说大选之后 第一个裂口 不修补的话 整体中期走势上面 特别第四季 正如过半月左右的交易日上面 看法都是正面的 但是短线上面 现在资金始终是轮动炒作 要突破七月头的高位 也都未必那么容易 始终十一月真的胜得急 所以短线就看看指数 会不会出现技术调整 总之不穿十天线的话 这一刻也没有什么挑战 要去看探 好 看到你今天 在蓝筹股里面 表现最强的就是吉利 其实今天的汽车板块 都比较强小 吉利升超过6% 长期也升8% 比亚迪拉更加反弹 升1.2% 看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亦公布10月汽车产的数据 同比亦都增长1.1% 亦都连续七个月增长 另外 亦都有大海 亦都继续唱好吉利 目标价 其实都是看22元以上的水平 其实这个板块 还有没有什么股份 是可以选择的呢 如果车股上面 其实你已经有些过往 始终你的汽车板块 最好炒 一定是新能源汽车 但问题给亚迪已经升到200元 其实近期已经见到资金 几个月前 开始落到长城汽车 然后落到传统汽车上面 近期连东风 广气这些都升上来 如果这些位置 银住了 都会建议继续中线持有 比如看销售数据上面 头一个星期 按年就升幅有两成左右 当是保持不到增长势头 但是汽车行业的报复式 消费报复式反弹 我们看到 所以你开汽车股 会开得比较安心的 但是如果当中 就是说升得比较厉害 那些好像新能源汽车 今天虽然是有的弹 弹幅不差的 但是又未完全将昨天的跌幅 收复了 始终我觉得 未来来说之前 要炒的东西 现在市场上多了个选择 所以新能源汽车 比较迪长城 我就不再预望这么快 可以试回之前的高位 心态上 如果你特别一注过 短炒投机 有机会打和的 特别近期高追的 可能先走先 但是基本因素不差的 纯粹你担心高位 还会继续有个调整 特别是长城也好 比较低这些 连十天线都未上班 要小心一点 但是好像吉利为例 当然说11月头升得急 但是论估值上面 或者整体状况上面 又不是特别差 所以我觉得 看回之前22元的位置 有条件 但不要再有太大期望 还会升很多上去 估计也说 昨天碰到十天线 然后咬腰上 势头不算差 短线 我觉得就是不穿十天线 可以看回上去 但是暂时来说 我还是觉得 看到22元还有这些位置 这一刻 你真的要去买车股的话 都仍然觉得 你追落后会比较安全 好像说廣汽 这些又是试着十天线 我觉得你始终追落后 估值相对没有那么贵 好像廣汽 我会买得比较舒服 好 你讲一下这个板块 都要提及336 和谐汽车 因为亦都有沽空机构 去追击它 又说它偽造财务报表 亦都批评它的主席 骗跌投资者 指和谐汽车 是一个一民不值 其实今早上 跌幅就比较大 看到它收市的时候 最终就是没有升跌 因为看到和谐 在谐汽车 亦都公布 亦都回应 就说它这个沽空报告 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指控 其实和谐汽车 这份报告 究竟有没有说服力 需要不需要害怕 市场根本就是说没有 你看到跌幅都没有了 我都很老实 没有详细看过那份报告 始终说谐汽车 市场一向对公司有点争议 但是你又报复还很有说服力 我看理据上面 我又觉得又是说公司 突然间拿了笔钱 税务造假等等 这些又惯性沽空报告 会经常说的 留下核数学去想 我们觉得就 不会突然间去买 你买4S上面 市场有多很多损失 中升、永达 甚至今天比较弱势 美东汽车 想这些都不会去想坏 所以你说 你要博无事的 之前低位博了 这些位置的话 你继续吃花生就要看 我觉得 你有货的 今天这样咬耀上饭 不需要镜住 未必说关分股空机构保公司 其实你说在香港市场上面 被股空机构追击的公司 又不是说一定100%出市 可能中资公司很多时候 有些造假的掩饮 但是也都说股空机构上面 有些很多时候 真是未必说有实际的证据等等 这些是我们小投资者上面 真是没有办法可以避免的事情 所以说华博博姐 没有东西可以分析 这一刻我觉得既然跌不下去 但你又不要拼拼它 就马上上去 两样东西 你有货拿着的 都被你捱过了 那就继续拿 如果低位反 拿着的话 你就继续拼反弹 是这么简单的 好啊 另外 其实自从有疫苗出来之后 很多投资者都看看 有没有什么股份可以受惠 看到高盛都出了一个复苏主题股的名单 就说假设新冠疫苗一出 其实那个名单里面 那些股份都会最受惠 当中看到有包括 八卫亚太 银鱼 金沙 百姓中国 和华润啤酒等等 都想问阿诺 其实他这个 list 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呢 我听到你这么说 你真的说啤酒股和淘导股 如果你说淘导股上面 我觉得是受惠的 但是层次比较遥远 淘导股一向都说 最坏的时刻是挨过了 但是复苏过程很遥远 你暂时预料在近几个低位 知道九月份的高位炒range 没有问题 有货的拿着 但是再去买 如果你是炒range 的话 全部都是偏高水平 你怎么都是等它挑剩自由才买 啤酒股有很大的争议点 因为讲一个问题就是 你特别内地业务 内地的疫情其实就 一向来说不算太过严重 很多已经是出现一些 消费报复式反弹 你没有疫苗 现在的人都不用戴口罩出街 所以你讲的角度上 未必以内地的来需的看法 来说关于疫苗事件上 你甚至说海底漏 那些其实 亦保之英是在反映最坏的时刻 所以从疫苗角度出发上 比较直接我觉得都是航空股 或者是说一些旅游的相关股份 但是我也是这样讲过 星期二星期三它们升了比较多 你怎样都是在后期调整才考虑去吸纳 是 那是比较安全的 可能买七八厘同情偽龙 那是比较进取的 那旅游方面可以考虑你制 一九九二复星旅游 但是都是等它落多一点点才去买的了 那你要抱一个心态 都是讲中线持有 擺半年以上 因为不是说有疫苗 明天下个礼拜 所有人就去旅行 你这个复苏过程是比较漫长的 你现在纯粹是炒第一步 所以你说买得疫苗 复苏过程的相关股份 你预计是中线持有的 前线的股价会比较繁复 在这个繁复过程 特别近期升得比较多的情况下 整体研究建议都是后底吸纳的 好了 也都不贊谢阿努和我们这么详细的分析 和你申报法 有没有持有以上提及的股份 我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今集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和阿努就聊到这里